作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主位同學好 今天我們來講一些 有關於我們打板 腳踩板的那個 打拍數的一個細節問題 那原則上 我們初學者 在玩運領的狀態之下 你又要手在動 又要腦筋在動 眼睛在動 我都又要在聽 嘴巴要跟著哼 腳又要跟著在踩板 踩那個拍數 那你一定會亂成一團 那現在沒關係 那你現在首先 我針對著你們的腳 來踩那個拍數 踩那個拍數 剛剛初學者 你的拍數不準 都是正常的 踩不對也是正常 亂踩也是正常 那這個前提之下 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 不開始練習踩拍數 那你以後一輩子 你永遠拍數的問題 你永遠是一個盲點 那玩運領你的拍數 如果不正確 不對的話 會影響到你後面 整個旋律 整個搭配 整個團隊 整個大家的一個默契 所以說我們今天 在踩這個拍數的時候 只要你腳有動 在踩的當中 跟著我們的節奏 在踩拍數 那節奏 在踩拍數的狀態之下 你一定會出問題 會出錯 沒關係 你右腳出錯 跑到左腳去 也沒關係 總是你要跨出第一步 你要知道 那個拍數的 一、二、三、四 就是一跟三拍 你一定要踩對拍 第一拍非常重要 第一拍你一定要踩對 第三拍比較輕拍 那第一拍踩對了以後 第二拍、第三拍、第四拍 你就會跟著踩對 那你當中在學習過程 沒有學對、弄錯了都沒有關係 我們都不要自憋 那學習過程 本來你到社大來 就是為了學習 為了增加自己的一個技能 增加自己喜歡的一個音樂 增加自己的一個喜歡的一個東西 那透過老師幫你們引導 給你們一個好的一個方向 給你們一個正確的一個 彩拍數的一個方向 那有時候我會在 在拉扶緊的當中 我會打板 你跟著板 在我的板上面 你踩在上面那個點 就是正確的點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慢慢的進步 慢慢的學習 慢慢的完成你要的拍數的正確的一個動作 那打拍數在我們音樂領域非常重要 你拍數對的話 後面旋律就會比較漂亮 會跟上人家的節奏 跟人家的旋律 如果你今天拍數弄錯的話 你不是放炮 就是太慢 不會太快 那這個非常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小細節 希望同學在拍數上面 能夠有所學習 有所進步 有所認知 那我先教你們一二拍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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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現在同學大家注意一下 我們來換四四拍 四四拍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對不起 同學 這一個在打拍數的時候 你的速度一定要匹配得很順 匹配得很正常 忽快 忽慢 不是我們要的 然後你打的那個板 打錯的也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說我們在家裡練的時候 你用手在桌子上面輕輕地拍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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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同學 這樣子很簡單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相信你們很快就會學會 這個就是要經過我們在家裡 慢慢地苦練 慢慢地一直重複地練 一直在練 如果有錯誤的地方 或者是不順的地方 下一堂課有空再來請教老師 老師會一一跟你解答 謝謝同學 謝謝你 謝謝同學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